如发华间寿亮平云 若有众生来至摩苏 这个摩苏讲纪录世界 我以福也观其信等 诸根理等 随所印度处处自说 名字不同 年纪大小 夜复现眼荡入涅槃 这是说 弥陀的善巧方便 像《楠言经》上所说的 随众生心因所质量 佛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呢 当下 当初 当下是将世界 当初是将空间 就在先前的 不是过去 不是未来 不是踏方 不是世界 因为他无处不在 佛无处不在 净土无处不在 所以 心进则佛突进 心进之后 用现在科学家的话 你进入一个 另一个空间为止 不是现在的空间为止 现在空间为止 三维空间 你进入一个多元 空间为止 你看到极乐世界 你看到阿弥陀佛了 你所见到的是真的 不是幻想 不是假的 是真的 最近就 要没有一定深度 信心生不起来 现在人夜站中 闲事在哪里呢 幸福起早 妄想太多了 真的是非常密集 一个接一个 这苦不堪言 这叫真苦 所以他的感官世界 千变万华 不像菩萨了 菩萨置心一处 他感官的世界里都没有变化 就是舍宝土 是否从没有变化 每一天见佛 佛天天给我们说法 长时间都在说法 没有中断过 你要不要吃饭 不需要 要不要睡眠也不需要 财色明时睡 叫五盖 盖 也叫五种欲望 这个东西是假的 不是真的 自信 自信里头 没有 自信里头 只有智慧的相 其他都没有 其他这些 拉拉扎扎 全是 分别执着 变现出来 分别执着 没有变迹 那么物质现象 跟精神现象 就没有变迹 自信 自信 清净心 他能信 能生 他不能变 所以他现出了交易症 通过分别执着 变现出来的时候 就是虚妄 这不是真实的 那个境界 没有变迹 无量不变